作者张淑琴博士,是台湾著名的妇产科专家,他提出,女性在一生中有三次机会,可以调整自己的体型,使之恢复青春,美丽与健康,那就是出潮期,生产后,更年期。 这里最重要的就是生产后这个阶段,这个时期,你的身体就好像一个打开的大门,可以把怀孕时积累的多余的鸡血和毒素,这也是产后发胖的主要原因排出体外,然后通过正确的补养,使你的身体更健康,女的可以收藏,男的全给自己的爱人。 一,做月子三阶段,一排二条三谱,具体是将产后一个月按周划分,每周根据需要,吃不同的食品。 第一周,主要是要把多余的水分和毒素,以及恶露排猪体外,每天喝生化糖,吃麻油炒猪肝,注意不能喝水否则排水的效果就没了,可乐就喝只可饮料,如荔枝和山沙片等,或煮开的米酒。 任何菜都不能放水,用米酒煮开代替,不能放盐盐会使水分停留在身体里,不能放醋醋会使骨质变软,不能放酱油到里通盐。 第二周,主要是要增强骨质和腰震的功能,恢复骨盆,每天吃炒腰子和杜仲粉,有助于缓解尾椎骨的骨疼。 另,如果是剖腹产,还要再喝一周生化糖,进季同上,也不要吃斜菜,泡菜,倍增汤。 第三周到一个月,这时候,该排的已经排完,主要是麻油剂补身体,千万记得,排完毒素后吃麻油剂才能被身体吸收。 不择堆积在身体里,成为多余的脂肪,因为前期身体虚弱,终于减虚不受补,吃了牺牲不了,只会加重身体的负担。 以上所有的食物,都要用倒倒量的米酒,不能用料酒和黄酒,里面含盐且工艺不同,生姜,胡麻油,红糖。 而同时,坐月子期间,不能吹风,着凉,要穿有厚帮的鞋,不能穿拖鞋,否则落下脚后跟疼的毛病,洗凌用煮过的米酒放温后洗。 不要洗澡,同样用煮过的米酒擦身,绑腹带,最好自己喂奶,对身体的回复会更好,除了月子之后再开始运动,等等,不一而足。 我自己生小孩前110斤,生的时候135斤,小孩生下来8斤无两,生完四天时,113斤,出月子时就恢复到110斤。 但是这时的体型很松垮,没有肌肉,肚子松松的,不过自己带小孩很累,加上偶尔的锻炼抽时间锻炼也不容易啊。 6个月后,体重已经变成98磅,体型也慢慢恢复好了,别人都看不出我生过小孩,没有胯变幻之类的后遗症。 但是肚子上的韧成烂消不下去了,快生的时候腿已经有了浮肿,手关节也有些疼和肿大,但是做完月子后,基本上就好了。 生完后,胃椎骨疼,在第二个礼拜吃完肚重粉后,也好了,有人觉得不吃盐太难了,其实我自己平时吃饭口味就淡,月子期间不吃盐也没觉得怎样。 想想为了以后的健康和身材,一个月不吃盐又算什么呢?总比减肥舒服吧。 做月子的生活,一、安静休养30到40天,产后最重要的一件事即为休息,在这段期间内,产妇周围的亲戚,如娘家的母亲与姐妹,夫家的亲属,当然还有丈夫等,都应同心协力的来照顾产妇,不让她离开房间,不让她起身做任何劳动,不分贫富,或者第几次生产,甚至是小产, 都一定要同样的慎重,自然生产者需休养30天,偷妇产,自然流产或人工流产者,更需延长休养的天数至40天以上。 二卧床二周,产后二周内被子宫收缩最快速的时候,此时,因怀孕时,子宫被胎而称得非常大,一旦生产,子宫成为真空状态,内放因不再受压迫而变得非常松垮。 三,若产后肌肠坐气或抖动,因地性引力的关系,将造成松垮的子宫肌内脏收缩不良,引起内脏下垂,而内脏下垂,就可能是所有妇女病的根源。 所以产后二周内,除了吃饭,请上厕所之外,其余时间,不论是白天或是晚上,只您卧床休息。 三,请绑附带,防止内脏下垂并收索腹部,利用生产的机会来调整体型,或者改善身体上的一些症状,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机。 所以很多人会在这段期间用纱布调绑腹,达到调整体型的目的,坐月子期间必须特别注意,防止内脏下垂,因内脏下垂可能为所有妇女病即为老先生的根源,并会因此而产生小腹。 顾在坐月子期间,需请绑附带以收缩腹部,并防止内脏下垂,而若原本即为内脏下垂体型者,亦可趁坐月子期间,请绑附带来改善。 所使用的腹带为一条很长的白沙带,长约1200公分,宽为15公分,每人需准备而调以便替换,因产后需热补,容易流汗,若汗失时,应将腹带拆开,并将腹部擦干。 再撒些不但良性的肺子粉后重新绑紧,若汗失较严重时,则是更换干净的腹带。 绑法请参考腹带的绑法,如果使用一般一片粘的束缚或束缚,不仅没有防止内脏下垂的效果,反而有可能压迫内脏令气血不通畅,使内脏变形或产生胀气,而造成呼吸困难或下腹部突出的体型。 请特别注意。 四,严谨洗头,但需用正确的方法清洁头皮,怀孕期间子宫增加的负担是不可言喻的。 单看之前与之后子宫的大小就知道,因此,在生产后要使子宫尽快恢复原状,而要想子宫尽快的恢复功能,最重要的便是要将子宫内的污血完全排出。 如果能使子宫成为真空状态,这荷尔蒙的分泌将会特别活跃,子宫的功能也会比怀孕前更好。 而洗头,将会严重影响产后恶路的排除,只要头皮易受凉,子宫里的污血马上会凝结成血块不易排出,就算马上吹干也不允许。 况且用吹风机来吹头,是很容易引起头风及头痛的,而子宫内的污血若不清除干净,就很有可能会造成荷尔蒙不平衡,以及内分泌不、协调,进而产生许多病发的症状。 所以产后30天,需绝对遵守不要洗头,一年后患无穷。 5、二周内不可洗澡,但需用正确的方法擦澡,为了避免受凉,产后两周内不可洗澡,但要用正确的方法擦澡。 第三周起克领域,门月后方可泡澡。 6、不可吹风。 不论是热风或冷风,产后全身的毛细孔,包括头皮的毛细孔都是张开的,此时已吹到风。 不论是热风或冷风,毛细孔就会立刻收缩,很容易造成筋骨酸痛、头痛、头风,甚至感冒。 7、要有舒适的环境。 室温维持在设施25到28度,产妇要有舒适的环境,所以夏天太过炎热,或者冬天太冷。 室温维持开空调让室温维持在设施25到28度之间,但却要注意不可以吹到风,所以一定要想办法将空调的风完全挡住。 不可对着产妇吹,而且产妇去穿长裤、长袖、戴帽子、手套、梅巾,并且穿袜子来挡风。 8、不可碰风水,产妇不可碰风水,以防受凉或产生酸痛的现象,所以去烦擦澡、洗脸、洗手、刷牙或产后第三周以后的冲澡,均需使用热水。 9、不可包小孩,产后最重要的工作无他,就是安心下来,尽情的吃喝水,此时全身的机能均在迅速的恢复中,所以当然不可提重物,更不可包小孩。 不可及产生内脏下垂的体型,况且,先生的婴儿,骨骼,内放却尚未发育完全,最好还是尽量让他睡觉,长包他只会对他造成不良影响。 10、侧躺外奶,至于外母奶时,也要侧躺在床上,将婴儿放于身侧,让他吸奶,产妇可以携靠,并在婴儿及产妇的背面各放一个大枕头支撑。 但要注意不要堵住婴儿的鼻子,以免窒息。 11、关于母乳,每一个女人余生产完后,一定都会分泌母乳。 母乳的分泌因是很充足的,但若不给婴儿吸食,就无法再分泌出来。 即使婴儿一次就全部吸光,母乳的供应仍是圆圆不绝,因为这是母体的本能。 所以若不给婴儿吃母乳,当然是很不好的。 若是婴儿的吃奶量很少,则婴将每次剩下的母乳都充分挤掉,以刺激下次乳房分泌足够的乳量。 产妇,若因故临时不亲自喂奶,也要把积存于乳房中的奶挤掉。 旧奶积存于乳房会使乳房产生硬块或导致乳腺炎。 最好在产后的六个月中都能充分的受足,这是最顺乎自然的育儿原则。 不但能保护母亲,而且可减少日后发生乳癌的机会。 如果奶水清淡或不足,不妨于产后第三周起,补充花生猪脚,而为了要让产后奶水快速分泌,可于产后第一时间,实行按电铃刺激鼠头的功课。 十二,不可替小孩洗澡,前面强调月子期间不可抱小孩,相同的道理,当然更不可以弯着腰来替小宝贝洗澡。 如果无法做到,那么产后腰酸背痛,棘手脚酸毛的现象,必定会随之而来。 所以最好在产前就安排好小婴儿的照顾,或者跟先生商量。 产后由先生来帮小宝贝洗澡,如此还能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呢? 十三,不提重物。 不爬楼梯,产后半年内均不可提太重的物品,以避免内脏下垂,而导致腰酸背痛,而于月子期间,爬楼梯更应静止。 十四,不可流泪。 女性的老化从眼睛开始,所以产后眼部的保养是非常重要的。 产妇严谨流泪,苏云,产妇一滴泪比十两黄金还贵重,所以伤感的是,如亲朋好友顽固的不幸的事情,绝不能让产妇知道,不能让她流泪。 做丈夫的也应该在此时扛起所有的责任,让产妇能安心静养。 产妇如果哭泣的话,眼睛会提早老化,有时会演变为眼睛酸痛,清光眼或白内障的起因。 当然,产妇本人也要尽量努力使自己心情开朗,不要担心杂事,要常常微笑,保持心情愉快。 十五,不可看电视及书报杂志,产妇应尽量少看电视及书报。 如果一定要看,则每十五分钟是让眼睛休息十分钟,最好能多听甜轻柔的音乐。 一方面让眼睛充分的休息,一方面和调整情绪。 消除神经紧张,食油,眼部按摩,眼睛容易疲劳的财富。 刻意三餐半前即睡前将毛巾沾上热水可烧热些。 抿干后以毛巾热敷于眼部数分钟,再实行眼部按摩。 总结左,月子要点。 一,月子里一定要吃的蛋,能不放盐和胃精就不放,因为宝宝的肾脏还没发育完全。 这对奶水的质量和妈妈的体重都有直接关系。 快坚持不下去时,想到自己的身材和宝宝也就忍了。 二鲜两周以排毒为主,猪肝和腰子有助排毒,一定不能吃大补和大热的东东,如柜人和蹄膀等。 因为新妈妈经过生育,整个人非常失弱。 这时候大补不但吸收不到精华,且只会涨飙,而且这时候涨的飙很难减掉,热性的食物对奶水也不好。 宝宝吃了容易便秘。 三,尽量用麻油炒菜,麻油有削减脂肪的功效,比一般食用优不长之。 四,水果一定不能忘,但是前两周也不能大补。 五,道理和二是一样的,多吃鲜哈蜜瓜,木瓜,蒲苔等,西瓜什么都不要急着吃,因为西瓜太良性。 五,任何冷的流质食物都要加热后再吃,否则不利于自宫归位,不能刺激肠胃。 六,第四周开始,可以补力气量如鸡肉等。 第二个月开始和大家一样吃,但还是要注意清淡,否则宝宝受不了,自己也容易种。 七,任何要加糖的点心食物都采用红糖,有助于恶陆排出。 八,月子里早餐主食是糯米鸡粥,中餐主食是一米饭,一米又排水消肿的效果的,不至大米。 晚餐主食是鱼糖,鱼糖老将用麻油包的起皮后再煎鱼块,鱼用肉质松软的鱼。 加水煮熟,大鱼糖变白即可,胆的,奶水好的小秘诀。 酒,水分的补充,多喝豆浆,多吃冬瓜对无论是孕期还是产妇都有减肥和减肿的功效,还能提高奶水的质量。 咪酒煮开代替水喝,将咪酒煮开之后,让酒精全部蒸发掉即可。 此生,前做产后恢复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